魏无羡对于薛阳的提议深觉有理 小流氓就是小流氓 不过你的提议深得我信 说罢 也不见他如何动作 薛阳身上的三样东西自动向他飞去 薛阳大害 伸手欲夺 一道蓝色剑气闪过 他被随时关注着动静的蓝望鸡 一剑砍下了左臂 蓝望鸡 让你对我喂鹰 再不学乖 另一只手也不要了 薛阳血流如注 而他像是感觉不到疼痛 只是一个劲地 想要抓住从怀中飞走的锁琳囊 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把他还给我 你把他还给我 魏无羡显见地恶劣 他接过三样东西 迅速地将锁琳囊与双华收进了乾坤袖 嗯 接个他穿了件广袖长衫 仔细看的话 黑色布料中 暗藏着极浅极浅的家族图文 这是蓝望鸡送他的衣服 他喜爱得不得了 他当看不见薛阳那想要吃人的表情 将鹰虎符向上抛了抛 语气嫌恶地道 只剩一半了 你还想着腥风作浪 怎么那么能做呢 鹰虎符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 一动不敢动 我靠 这是 这是主人又回来了 无命休矣 他 他还会想要毁掉我吗 魏无羡见他装死 也不戳穿 只是悠悠地道 既然没生出灵智 那就毁了吧 原本想着 好歹生了灵 毁掉怪可惜的 鹰虎符文言 赶紧讨好的 在魏无羡纸间蹭了蹭 微弱的灵时 传达出亲近的讯息 主人 我会乖 求不要毁掉 呵 魏无羡冷哼 不予理会 思绪却千回百转 嗯 若是乖一点 也不是不能留 薛阳震惊地看着 魏无羡与鹰虎符的互动 心中只闪过一个念头 妈的 老子被快破铁块给欺骗了 真真是岂有此理 鹰虎符见魏无羡不搭理他 心中委屈极了 主人他 还是想要毁了他 他也是有脾气的 要不是他刚醒来 生灵 就察觉到魏无羡正在毁他 他也不会不搭理他呀 明明不是他的错 主人为什么要毁掉他 鹰虎符抽抽叶叶地道 明明我很乖 为什么要毁掉 魏无羡谋中闪过新奇 哟 还知道装无辜了 有点意思啊 他轻斥到 不认主的东西 留了何用 蓝忘机就站在魏无羡身边 看他与鹰虎符聊的兴起 也不催促 只是十分随意 且漫不经心地轻轻挥出一掌 直接费了薛阳的修为 嗯 如此魏英没有了无后顾之忧 可先收拾了鹰虎符 再一起他 魏无羡看到蓝忘机干净利落的动作 歪过头竖起大拇指冲着他笑 蓝战 好样的 干得漂亮 蓝忘机习惯了众人的夸赞 早已无喜无悲 仿若他们夸赞的人不是他 但是魏英的夸赞 他喜闻乐见 心底暗戳戳地想着 他能多夸夸 蓝忘机唇角清明 平淡地道 一般 谦虚了不是 我的寒光君 魏无羡调侃他 装啥谦虚呢 这是 蓝忘机眸中掩藏不住的笑语 浅浅流露 他道 不谦虚 嗯 你的 魏无羡内心疯狂吐糟 真是个闷骚的男淫 鹰虎符建主人刚还在嫌弃他不认主 转个头便与漂亮美人眉来眼去 他的心都快要碎了 主人简直是个三心二意的渣男 说话不能有始有终吗 鹰虎符唯唯唯唯的在魏无羡的手心蹦跌 终于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主人 不是我 不认主的是铁块 不是我 我认主 真大 主人 别毁掉 别不要我 魏无羡脸上的表情变换莫测 这小东西倒是会甩锅 铁块不还是他本体 休要混淆视听 他不会上当的 他沉生道 别左顾而言他 我问你 何时生的灵 魏无羡以为 鹰虎符是在这十三年中生的灵 观他灵体通透 可见他未做过孽 放过他也不是不行 然而 事实出乎他的意料 他竟是十三年前就生了灵 鹰虎符努力地想着该怎样来表达 他道 我刚生出灵时 主人就想将我毁掉 好在我机灵 及时地跑到了这边来 来不及跑过来的都被主人给毁了 得累 他明白了 当初他随手将鹰虎符毁了 也没检查 被这小东西躲过了一劫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 留下来的灵才能如此纯粹 因为聂力已经被毁 也相当于鹰虎符获得了新生 想不到他倒是因获得符了 蓝忘机伸手碰了碰魏无羡手中的鹰虎符 鹰虎符感觉到陌生的气息 想要发动攻击却被魏无羡死死压制住 鹰虎符只听他道 小东西 想要认主不是不行 但是 我有条件 鹰虎符文言 心情飞扬了起来 终于不用被毁掉了 真不容易啊 他 等时间充足了 你同时认主蓝战 以后你为我二人之命 是从 可能做到 鹰虎符想也没想 直接问道 你们两是道吕 魏无羡脸不红气不喘的道 当然 蓝忘机 魏鹰说我是他道吕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原地转圈圈 不 不 不能 我要稳住 不能丢人 鹰虎符身上 发出阵阵光芒 他道 行 我没意见 如此好的机会 他不珍惜 就是傻瓜 哈哈 他话形有望了 马上他就能拥有 自己的身体了 开心到飞起 啊 主人就是自己的贵人啊 显然 鹰虎符对自己 险些被毁掉的事情 选择性忘记了 只要结果是好的 过程如何 已经不重要了 魏无羡 件事情谈妥 不再犹豫 他直接咬破手指 一滴血珠直射鹰虎符而去 鹰虎符不闪不避 任由血珠在自己身上滴落 吸收 不过片刻 鹰虎符乌黑透亮的身躯 隐隐泛起了红光 一刻钟后 任主完成 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在魏无羡脑海里响起 主人 魏无羡挑眉 这是鹰虎符的声音 果然是个还未成长起来的奶娃娃 他轻轻地恩了一声便不再理会它了 蓝旺基在一边听得惊疑不定 他看了看魏无羡 又看了看认了主的鹰虎符 还是问了出来 他道 魏英 为何要同时认主 魏无羡答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想与你一起拥有它 蓝旺基直觉不对 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胡一道 如此简单 魏无羡神态自若 毫无变化 自然 你以为有多复杂 蓝旺基建试探不出什么 也不再问 既然魏英不说 那他等等又何妨 他道 如此 那是我多想了 魏英但笑不语 心中却在呢喃 蓝湛 这事我也没把握 若是真能成 届时给你一个惊喜 鹰虎符认主后 魏无羡终于有心情 将精力放到薛阳身上了 他阴侧侧地看着薛阳 薛阳被他笑得心底发毛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还是薛阳首先受不了 有气无力地道 别这么看着我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魏无羡嘴角翘起 很倩扁地笑看着他 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杀你了 薛阳愣着 怀疑地看着他 难道你还能放过我不成 魏无羡思存片刻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道 放过你是不可能的 不过嘛 倒是可以好好利用利用 薛阳心底冒出一丝隐隐的期盼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期盼着什么 他道 不过什么 魏无羡不答反问 你来找我 是有求于我吧 薛阳心跳加速了好几拍 对 但你会那么好心帮我 他怎么就不相信呢 刚才还毫不犹豫地废了他的修为 现在居然和他说 他有可能帮他 魏无羡笑咪咪地道 若是我猜得不错 你是想我帮忙 将所灵囊中的灵魂修复 蓝忘机心道 果然 所灵囊中的 装的 就是小道长 薛阳见识已至此 不得不承认 他必须要抓住这渺茫的机会 若是能修复 他便死而无憾了 薛阳低垂着头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道 对 我想要修复他 老祖可有把握 魏无羡看着不免唏嘘 这是后悔了 早干嘛去了 他家小师叔不需要廉价的友谊 他道 自然是有的 不过我不会平白出手 薛阳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样东西 他似激动似疯癫 能修复就好 他倒是要看看 当小星辰得知自己没能消散 还要在这世上举语独行的时候 他会是什么表情 小星辰啊小星辰 你想要得到解脱 可我偏不 我是要你魂归 我要你终身都不得解脱 薛阳是个通透的人 魏无羡的意思那么明显 他如何猜不到 他笑得诡诀 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说吧 老祖不杀我是想要我做什么 魏无羡喜欢聪明且爽快的人 不需要他多费唇舌 给他省了不少时间 他道 随我去金林台走一遭 把你们的罪行公布于众 你应是不应 薛阳痴笑一声 讽刺道 我有得选吗 魏无羡善解人意地道 有啊 薛阳没想到居然还有别的选择 下意思就问 还有什么选择 魏无羡慢条思理地开着玩笑 道 你就地自呛 魂归大地 薛阳神色复杂地看着魏无羡 还说 我是流氓 我看你也不妨多让 这简直是比我还无赖啊 魏无羡怂怂肩 我就无赖了 如何 薛阳 你没得选 薛阳沉默 片刻道 我随你去金陵台 但是我要你保证 必须修复好它 我要它在世上好好的 魏无羡笑了 笑得意味不明 他好心地提醒 薛阳你要搞清楚 是你有求于我 不是我求你 你没有与我讲条件的资格 薛阳斜笑道 我好歹 也修了轨道多年 想要碎魂 老祖怕是来不及阻止吧 魏无羡满不在乎的道 你大可试试 我看是你的速度快 还是我的意念快 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鬼魂的 你要来吗 薛阳被说得没了脾气 破罐子破摔道 所以 我只能按你说的做 蓝忘机很想抱一句粗口 但是想到自己口拙 只能兴兴闭嘴 其实他真的很想说一句 魏无羡一副你终于知道了的模样 显然是的 那么 你的选择是什么 薛阳无奈道 老祖不愧是老祖 小子认灾 我随你去金陵台作证 置于锁琳囊 随缘吧 魏无羡一道魂力甩出 薛阳便被困了个结结实实 他将人往小辈们面前一丢 道 阿院 景仪 人交给你们看守了 小双臂齐声应事 好的 魏前辈我们定然看好他 蓝忘机适时开口 吩咐道 思追于景仪带上薛阳 与我一道前往金陵台 其余子弟就地休整 等长老过来 回去后 每人禁闭三月 家规百遍 抄给焦于蓝老先生检查 是 韩光君 蓝景仪脆声应事 他觉得自己暂时逃过了一劫 真是心有余悸啊 蓝思追给他一个你高兴太早的表情 这顿罚谁都逃不掉 他对蓝忘机道 好的 父亲 蓝景仪却道 思追 能必一时是一时 其他的等回云申再说 蓝思追无奈极了 小伙伴如此心大 也不知是好是坏 蓝思重小辈的心声 完蛋 禁闭三月 家规百遍 焦于蓝老先生检查 苍天 韩光君啊 我们知道错了 求放过 当然 他们只敢在心里求饶 当面他们 是不敢的 他们怕增加惩罚量 众人齐齐英事 一脸菜色的 等着长老来领人 其他小辈 看到他们如烤笔双的样子 不由地庆幸 还好他们 不是蓝家人 他们趁机 向望线两人提出辞行 三三两两地结伴回家了 魏无羡见蓝忘机交代完 他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仿佛弱了几分 他疲惫地挨上蓝忘机的肩 小声地嘀咕着 他道 蓝湛啊 我累了 蓝忘机明知他是装的 但还是心疼不已 他道 那你休息 剩下的交给我 魏无羡想点头来着 但是想着 金灵台还有好戏等着他们呢 他可不想错过 故而奄奄地道 我想去金灵台看戏 去看看聂怀桑与金光瑶的终极PK 谁胜谁负 顺便去给某人兜底 就怕他玩脱了 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蓝忘机知道他所指的戏是什么 心中也始终惦记着自家兄长 他无奈中透着点委屈 是我无用 让你一个人受累了 魏无羡看到蓝忘机如此 心疼得一批 立马站正身子 安慰起人来 蓝湛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可是我魏无羡的喜欢的人 怎么可能无用呢 我魏无羡的眼光可是飞高的 的 一般人我可看不上 言外之意就是 我魏无羡看上了你 你能是一般人 可不兴旺自菲薄呀 他对着蓝忘机眨眨眼 挑逗之位十足 蓝忘机闽唇 耳根迅速泛红 他寓意深深地问 不是一般人 那是什么人 魏英当着一众小辈的面说喜欢我 好羞耻啊 魏无羡见他害羞 皮下很开心 他伸出手 还着蓝忘机的腰身 轻伸在他耳边捣鼓 能是什么人 自然是内人了 蓝忘机被魏无羡的一句 那人整得不会了